美国为捍卫台湾的所谓的独立 不符合美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台湾和我们大陆实现祖国统一的过程中 能够发生第二次西安事变 我甚至希望能够看到 台湾能够涌现出第二个张学良 大家好,我是高志凯 欢迎收看高谈博论 今天我们谈谈台湾问题 最近几天有几位美国的前任的国会议员 串访到台湾 还受到了台湾领导人蔡英文的接见 竟然使得台湾岛内有些人 欢呼为之雀跃 他们说拜登政府没有改变特朗普政府对台政策 仍然是支持 甚至会捍卫台湾的所谓的独立的这种发展 中美关系到底怎么了 美国对台湾政策到底有什么变化吗 中国实现统一的伟大大业 今后何去何从 我们知道台湾问题的核心是中美关系问题 几十年以来美国一直把台湾做成一个筹码 试图达到它针对我们中国的各种各样的不同的目的 从1949年建国以来 从抗美援朝以来 以及在我们国内不同的历史时段 美国始终是台湾问题背后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也是现在台独势力泛滥的一个重要的依托 那为什么台湾有些人老是愿意铤而走险呢 因为他们以为只要台湾向台独方向迈出最关键的一点 美国就会出兵援助台湾 实际上这种想法完全错误了 我敢断定美国绝对不会为台独流血牺牲 为什么呢 大家知道1949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纵国恢复了外交关系 由于中国政府的坚持 美国做了三件你都不敢相信它会做的事 一个他宣布从台湾就是中华民国断交 一个他决定从台湾撤出美国军队 更有甚者他做了一件事 他被迫于中国的压力 他取缔了美国和台湾或者中华民国的共同防御条约 这是多大多大的一件事 这也就是说美国政府在70年代为了要跟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不惜做出了这些几乎都是不可能做到的事 我80年代曾经有幸担任过邓小平同志和其他第二代党和领导人的英文翻译 在会见外宾的时候 尤其是在会见美国来宾的时候 无一例外每次都会谈到台湾的问题 都会强调祖国必须统一 这一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最近几年我也有幸经常去台湾访问 广泛接触了台湾政治军队保安各方面的人才 上上下下 一方面我对于大陆和台湾海峡两岸 血浓于水的这个事实感到鼓舞 另外一方面我也很焦虑啊 因为确实台湾岛内有些人在不断地推动台独的发展 我也看到美国政府里里外外都在琢磨 怎么打台湾这张牌 我相信他们确实有人在考虑 不顾台湾海峡两岸的生命安全 如果能够触发台湾海峡两岸的危机升级 他们可能自以为美国就是一个受益者 美国为捍卫台湾的所谓的利益 为推动台湾所谓的独立 不符合美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我相信绝大部分的美国人 不会愿意看到美国士兵 美国部队为台独去流血上身 这一点我相信台湾人民应该张大眼睛 好好弄明白 不然的话就会在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 现在看来合同越来越渺茫了这个可能性 那么武统是绝对不能够放弃的 因为到了此时此刻 中华民族的统一大业 应该是不管什么样的情况 不管什么样的代价一定要实现 当然了我个人甚至希望能够看到 在台湾和我们大陆实现 祖国统一的过程中 能够发生第二次西安事变 我甚至希望能够看到 台湾能够涌现出第二个张学良 也就是有识之士 中华民族的真正的精英 为了民族的统一 为了台湾不沦落为美国的一个棋子 为了防止海峡两岸 发生冲突 发生军事的对抗 伸张正义 捍卫正义 为了中华民族的 伟大的统一的事业 挺身而出 会不会有这样的奇迹 我不敢说 但是我相信台湾人民 肯定会为成为中华民族 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 而感到自豪 为了实现祖国的统一 海峡两岸的统一 做好方方面面的准备 坚持合同的努力 但是绝对不放弃 武统的准备 这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 现在面临的重大的课题之一 我希望 而且我相信 在我的有生之年 一定能够看到 我们祖国的统一 台湾和我们大陆 已经是一个完整的 统一的中华民族 和一个伟大的国家 昂利在世界之里 今天先聊得着 谢谢大家收看 高谈博论 我们下次再聊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